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题一里面讲人制关系 特别提到青少年如何参与社会事务 现在有关当局建议删除这个部分 因为单元二的专题一讨论青少年如何参与社会事务 原来根据官员和负责的教育专家 原来和现在通识科的单元一的专题二重复了 是不是很难明白呢?是这样的了 所以就是很难搞通识科 总之他们的意思就是 Module 1的第二个题目 和Module 2的第一个题目相同 所以删除了一个 趙耳听上去好像很合理 但这种想法其实都是不符合通识科的想法 就是想来想去都是在课程的框架里想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通识科要去改革的话 特别是我们经历了过去八个星期的变化的时候 其实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究竟在课室里面受课的这个模式 特别是对通识科来说 应该是教些什么呢? 青少年参与社会事务 是不是大家排排坐坐在课室里 听个老师去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还是青少年参与社会事务 最低限度都要在流动直播车去讨论一下 甚至乎是一路走一路在街上学 好像那些自然学习那样 当我们想通了青少年参与社会事务 应该怎样教的时候 才去想哪一科和哪一科 哪一个单元和哪一个单元是重复了 这样去改革才是符合通识科的原则 就是你做课程改革的时候 都要跳出个关架 用通识的方法去想如何改革通识科